莫拉克颱风过后 第四河川局在检察院提出要求改善下 这五年来陆续进行清除河川区域 以及河川治理线范围内的农作物 然而辛苦种植的作物还未收成 就要面临遭清除的命运 地方农民是相当担心 因此事项立委李明珍陈勤 与里南社区办理陈勤协调会 议员许苏霞也特别出席 为农民表达心声 是在这里系列的乡亲的一个诉求 所以特别由李明珍委员 代表我们的水理事 以及河川区这边来 来做一个寿命会 整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旁边就是我们清除开旁 我们这个政府要收回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看到很多乡亲 都提出很大的反弹跟诉求 因为我感觉开旁这些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的民众在这种政策 我们这个农作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委员也非常了解 可以提出的地方诉求 所以在这里也问我们水理署 在经过一个合适的一个通盘跟要求以后 来让我们的这些农民 他的一个经济作物有受成以后 再来做这项的一个措施 农民希望四合局 能够先定出河川至李县 再来进行清理的动作 让他们能够承租土地 以维持农作物的耕作 因为我们水得利的水道支离线 也没有定出来 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 现在要在政策 八成要在政策 你就没有准备出河川 我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八成只有一些成功的机会 没有什么拖坛的地方 你不要用准备出河川 你就要用准备出河川 定岸了 过去水有 过去查诊 我们再来向高约13丘寻作 寻作之后 我们就有他修行 预员许素霞另外也指出 清水稀数据的必要性 期许整治动作能够合宜 以保障所找民族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保障农民的权益 清水稀数据是 属于四里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农地 及居住所在 一掌和顺丰 对于河川整治问题也相当重视 其实四合局能够做出适当规划 以维护地方民众的权益 民意诚言雄心仪 竹山采访报道